这皇后的运气还真是好 那五美娘如此苦心铺排 最后居然是给她做了驾伤 娘娘 如今陛下已将陈王过祭给皇后 这陈王名义上就是陛下的嫡长子了 这对咱们王爷可是大大的不利 娘娘 有何应对之策 以前在陛下的心理眼里 只有速结这一个儿子 如今李终变成了嫡长子 身份尊贵 陛下恐免不了要对她多加照顾 本宫只怕 她会分走陛下对速结的关心和宠爱 可是王爷还有娘娘 娘娘最多陛下欢心了 当年本宫荣获圣宠时 宫里便有不少传言 称本宫凭借的 只是这跟五妹娘有几分相似的容貌 虽然只是传言 但陛下的心思本宫还是了解的 与其怨恨五妹娘结族先登 倒不如好好利用这个优势 只是 莲芝 你算算 自那五妹娘入宫以来 陛下已经有多少时日 没有踏进这贤陵宫了 陛下的宠爱 在这后宫中 本宫是最指望不得的 可惜娘娘朝中无人帮衬 皇后与五妹娘 哪个都动不得 娘娘 还是人人吧 实不与我 也只能如此了 来 总是颜色再美 也无人欣赏 救救你 你不要杀我 昔 娘娘 君子 怎么了 娘娘 君子 快 快给放过拿杏子 娘娘 那李政爹 那李政爹可有千里干净 娘娘 娘娘就放心吧 那李政殿里 流失的衣服早就被烧掉了 地上也已经被打扫干净了 那钟儿呢 钟儿呢 回娘娘 王爷早就离开李政殿了 想必此刻 已经回到平宿居所安歇了吧 娘娘 您就放心吧 陛下已经派了王公公 去请吴王入宫照看 王爷应是无碍 不行 本宫不放心 你随本宫去看看 好 娘娘 这么晚了 兴许臣王已经睡了 这些天里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这个孩子的年纪还小 我怕他夜里 到时候 一个人会害怕 这陈王看着可怜 可我总觉得不像是个省油的灯 刘氏对付皇后 最终功亏一篑 还不都是因为他 自己亲娘都能出卖得住 您有何必联系他呢 你不能这么说 他还是个孩子 有的时候 做了什么 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再说了 陛下询问他的时候 他也是实话实说 我们也不能苛责他 我答应了他母亲好好照顾他 总是要照顾一二的 就怕人家 未必会记着姐姐这份情 既然答应了 还是要做的 我看陈王有人惦记着 咱们还是别去了吧 瑞安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 在外面走走 可是娘娘 这天这么黑 这里三五步 就是陛下派的雨林位 难道你还怕我插上翅膀 飞了不成 也是 瑞安告退 嗯 周儿 周儿 怎么还不睡啊 啊 我娘不在屋里 我害怕 那 那 吴王呢 吴王不是陪着您的吗 吴王以为我睡着了 就走了 没事 本宫陪着您 我不困 每次我不困的时候 我娘就抱我 啊 周儿 本宫问你啊 白天在立正殿 你为什么帮本宫说话呀 因为 世上对周儿好的 就只有两个人 现在我娘已经不在了 我不能接受再失去你 本宫总算有自己的孩子了 娘娘 我娘为什么要复毒自裁呀 你娘 以为本宫是坏人 要带走你 所以 我知道 你不是坏人 本宫当然不是 那谁是坏人啊 就是那个武昭仪啊 武昭仪 忠儿 本宫明日就坐请陛下 让你搬到立正殿来和我同住好吗 好 从现在起 你要叫本宫母后 母 母后 towels 修行